來看看台中有兩部的轎車 凌晨半夜行進了民族路跟扶龍街口 不過發生了擦撞 兩台車瞬間還暴衝衝向了民宅 撞到民宅的鐵門 騎樓的柱子盤栽 全部被撞到稀巴爛 還好兩台車一共五個人沒有受傷 不過目前警方調查 有一個駕駛他吃的薑母鴨 不過九特只是0.15 而這路口沒有號制燈號 吃薑母鴨的這個駕駛 因為沒有依照規定來讓人家 讓其他的車 另外一台車的駕駛 也沒有依照規定來減速 結果才會釀成車禍 凌晨4點兩部轎車在十字路口碰撞 瞬間兩台車都衝到轉角的民宅 撞上民宅鐵門 鐵門一度被撞開 隨著車子回彈倒退 鐵門柴又關上 除了鐵門旁邊的柱子和盆栽 也被波及 力量大一點 兩台車車頭都撞毀 車內安全氣囊爆開 兩車五人還好都沒有受傷 我時速保持2、30 還沒喝酒 沒有 2、30 兩位駕駛都說自己開很慢 沒有喝酒 但警方九側發現 白色駕駛的駕駛有酒精反應 酒測值0.15 你以前是吃薑母鴨 對啊 白色駕駛駛稱自己有吃薑母鴨 警方一歸對他採酒後 生理協調平衡檢測 為達部門安全駕駛的標準 白車駕駛雖然酒測值沒有超標 還通過平衡測試 但警方說這個路口有讓路標誌 即便沒有號制燈 白車駕駛駛 是也應該禮讓 而另一台轎車的駕駛 經過路口 則是沒有減速 車禍擦撞 衝撞民宅 雙方都有錯 記者陳廣瑞 黃翔父王 是韓台中採訪報導 接下來這個車禍更驚險了 上午8點多 在昨天 台南永康發生了死亡車禍 當時這輛貨車外切機車道 準備要右轉 後方騎士完全閃避不及 直接就撞進了車子底下 騎士當場昏迷 鬆衣之後不止 左轉號制亮紅燈 機車緩緩停下 貨車準備右轉 往外一切 後方機車根本殺不住 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別人單車撞進小貨車車底 騎士摔車滑行 頭部猛撞貨車車斗 當場昏迷 奇效到場緊急搶救 鬆衣後宣告不至 這起死亡車禍發生 在25號早上8點多 台南永康中正北路 貨車準備右切機車道 後方機車馬上急煞 但閃避不及直接撞上 貨車涉嫌沒有禮讓 執行車 回到現場地面留下明顯 煞車痕以及鮮紅色血跡 貨車右切機車執行 容易卡在視線死角 而機車是否車速過快 還要調查 後來變很危險 還蠻常容易發生車禍 機車其實要再騎慢一點 貨車的話盡量可以多裝一點 可以看到後面的那種 小貨車涉嫌轉彎車 不讓執行車先行 詳細的造勢原因善待調查 資者臉書時常分享 與愛車以及家人的合照 撞進車底釀成死亡悲劇 家屬無法接受 萬里村的路段中午12點左右 發生了編波土石崩塌 土石崩塌的第一時間 其實只有零星的小土塊 但是這個土石掉落 接著不到半分鐘 土石整個快速大面積的崩塌 揚起了陣陣的煙塵 警方獲報趕到現場 封閉了雙向車道 拉長幾界線到50公尺 目前瞭解疑似是因為地局分動 加上溫差很大 熱帳冷縮所導致 所以提醒民眾千萬不要靠近 還好有 還有這個也是滿危險的 就是嘉義這間別墅 原本進行拆除作業 但是因為沒有事先告知鄰居 也沒有做好公安措施 結果造成了附近的住戶的房子 車子全部都是這樣子 霧媽媽的粉塵 甚至磁磚網片到處散落雜落 被住戶抱怨太危險了 停在家門外的車沾滿粉塵 往住宅縫隙一看 塞滿掉落的磁磚瓦片 住戶抱怨都是因為隔壁在拆房子 我們向內飄 發動的時候門地板會震 好像地震這樣 我們本來這個社區是一個很安靜 年輕社區一夕變調 隔壁別墅透天進行拆除 沒有事先告知噪音吵就算了 還沒蓋上帆布 本身隨意飄 房屋碎片 掉滿地居民超無奈 現在過來我們有電話線耶 都回來了 你要跟人靠要跟人說 因為我們這個以前都是共同 很危險耶 他扭那天還好沒有被他 昨天才蓋的耶 才蓋的耶 才蓋的耶 不然我們在這邊出入真的很危險耶 鄰居人無可認通報檢舉 環保局到場稽查 遇到停工日沒辦法馬上開罰 拆除作業還是得按照法規 沒有事先溝通 又炒又髒 讓鄰居房子還有車都是粉塵 有夠困擾 記者喉口問 林茵蓉嘉義報導 同時來關心高雄男子區25號晚上 就發現了街頭鬥毆 打得很兇 男子左胸左腹都遭到剪刀 路口滿身都是血就蹲在地上 非常危險 還好鄰居在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晚上九點多街上鬧哄哄 一名女子還把男子推到另一邊 試圖勸架 但一名受傷男子被人攙扶過馬路 隨後蹲在路邊全身是血 有點多就在那邊打 在那邊打也打去啦 一堆人在那邊打也打去 莫敬民就嚇壞 街頭鬥毆打群架 原本是開心慶生 一群人席地而坐喝酒吃大餐 沒想到朋友之間乏神口角 甚至爆發肢體衝突 兩名男子疑似拿著剪刀 往阮姓男子身上刺出兩個洞 聽說是8點多開始吵架 然後吵了吵 10點多打起來 他排過來求救嗎 跑天死 對 警方鎖定嫌犯 更在民宅櫃子裡搜出一把剪刀 疑似就是犯案凶器 原來他們都是外籍移工 兩名嫌犯目前還在逃 兩名的越南移工 持疑似剪刀的力氣 刺傷被害人 他的左胸有一個穿刺傷 還有左腹部的下方 也有一個穿刺傷 疫情期間違反防疫規定 群聚聚餐 最後還鬧出殺人未遂風波 一場開心的慶生會 最後見血收場 這有黎青黃世雲高雄報導